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组织点点思考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建立加密货币数字情况 二,历史的货币革命 加密货币的政治密码 三,双方的金融科 加密货币的科学算盘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建立加密货币数字情况 在这个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 加密货币仿佛是从数字深渊中冒出的金矿 让人既兴奋又畏惧 如果我们把加密货币的世界 比作一场现代探险 那么比特币、以太坊等 就是那些勇敢的探际家 而区块链技术 则是他们手中的指南针 首先让我们来揭秘一下 什么是加密货币 简单来说 加密货币是一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 它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复杂的数学算法和秘样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你拥有一个只有你知道密码的数字保险箱 而这个保险箱里装的是你的数字黄金 但是加密货币的世界并不是一片金光闪闪的乐土 就像在现实世界中 挖掘黄金需要面对各种挑战一样 加密货币的挖掘也就是所谓的挖矿 同样充满了艰辛 挖矿就是通过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来验证交易 并创建新的加密货币 这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和计算资源 有人戏称 加密货币挖矿是一种将电力转化为财富的魔法 然而加密货币的世界也是充满了神秘和争议 比如比特币的创始人 中本聪至今身份依旧是个谜 这就像是一部现实版的侦探小说让人充满了好奇和猜测 加密货币的价格波动性也是一大特色 有人一夜之间成为了百万富翁 也有人因为市场的剧烈波动而损失惨重 这就像是在数字世界中玩一场没有安全网的赌博 刺激而危险 最后让我不得不提的是加密货币的法律地位和监管问题 由于加密货币的逆离性和去中心化特性 它成为了一些非法交易的温床 这就像是在数字金矿中淘金时 不时会遇到一些淘金者的黑暗面 总的来说加密货币就像是一场充满未知和挑战的叹血 它既有可能带来巨大的财富 但不可否认的是加密货币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数字时代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加密货币这个数字金矿的神秘面纱了 谢谢小六子的接了核心避问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历史的货币革命 加密货币的政治密码 好的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穿越时空的旅程探索历史的货币革命 真是我们遇见了这个时代的神秘宝藏加密货币 在古代人们通过物交换开始的最初的购物体验 想算一下你拿着三只鸡去换一只羊 结果对方说不好意思 我现在只接受鸭子 这种情况下交易就变得一成复杂和困难 于是货币的概念应喻而生 它成为了一种普遍接受的交换为界 让交易变得简单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货币经历了从实物货币比如贝壳金属到纸币 再到电子货币的演变 哪一次货币革命都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 然而直到比特币的出现 我们才真正迎来了货币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 加密货币以比特币为代表 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 它的出现就像是历史上的一次政治密码 揭示了人们对于货币自由隐私保护和去中心化的渴望 加密货币不仅仅是一种货币 它更是一种政治声明 反映了人们对现有金融体系的不满 和对未来的憧憬 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故事 2010年5月22日 一位名叫Lazlo Heniacs的程序员 用1万个比特币换取了两个披萨 按照当时的汇率 这两个披萨大约值25美元 不过把时间拨到现在 那1万个比特币的价值 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这个故事后来被加密货币社区 称为比特币披萨日 成为了加密货币历史上的一个传奇 加密货币的出现 无疑是对传统金融体系的一种挑战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货币 以及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技术的力量 也看到了人类对于自由和创新的不懈追求 当然加密货币的世界也充满了波动和不确定性 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各国政府 金融机构和加密货币之间的博弈正激烈进行着 未来加密货币将如何发展 它会带着我们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待我们共同去探索和见证 总之历史的货币革命从未停止 加密货币只是最新的篇章 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革新 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革新 更是一场关于信任权力和未来的思考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旅程中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历史的长河最终将我们带向何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算法的金融课 加密货币的科学算判 在探索加密货币这个充满神秘与数字魔法的世界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它背后的核心 算法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 就像是古代贤者手中的算盘 即是计算的工具 也是解决问题的智慧 也是解决问题的智慧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由算法驱动的金融奇迹 看看这些现代科学算盘 是如何在数字货币的海洋中航行的 首先 我们得了解加密货币的心脏 区块链介绍股上使用法 区块链技术 想象一下 如果互联网是一张巨大的渔网 那么区块链就是网上的每一个节点 而这些节点是通过复杂的算法加密连接起来的 这就像是古代的算盘珠子 每一颗珠子都承载着特定的信息 而算法则是那些能够精确移动珠子的熟练手法 接下来让我们聊聊加密货币中最著名的一员 比特币的创造 可以说是算法艺术的巅峰之作 它背后的算法叫做工作量证明突破福尔克福尔坑 这个算法就像是一场数字世界的寻宝游戏 矿工们使用强大的计算能力去解决一个数学难题 第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就能获得比特币作为奖励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古代的数学家们 用算盘解决复杂的计算问题 只不过现在的奖励变成了数字货币 但是工作量证明算法也像是一把双刃剑 它确保了网络的安全和去中心化 但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能源消耗 这就像是古代的算盘 虽然能够精确计算 但在处理大量数据时效率低下 因此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算法 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引出了另一种算法 权益证明Proof of Stake 它通过持有货币的多少来选择验证者 而不是通过解决数学难题 这种方法就像是在算盘的基础上发明了计算机 既提高了效率 又节约了资源 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 算法就像是一位贵不断进化的闲者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引领着这个新兴的数字惊动世界 从工作量证明到权益证明 再到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多创新算法 这些都展示了人类对于解决复杂问题的不懈追求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在这个由算法驱动的世界里 每一次的计算和验证 都不仅仅是数字的游戏 更是对未来金融世界的一次次探索和想象 就像古代的算盘 虽然简单 但却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在加密货币的科学算盘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数字的力量 更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光芒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社会的虚拟钱包 加密货币的文化探索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我们见证了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 加密货币 它就像是社会的虚拟钱包 不仅改变了我们对财富的认知 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挑战 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数字世界 看看它是如何以一种既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方式 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和生活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加密货币的出生 想象一下 一个名叫中本聪的神秘人物 至今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 甚至不确定他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在2008年的一天决定创造一种全新的货币 比特币 这就好比在你的后花园里突然发现了一座金矿 而且这座金矿只有你知道如何开采 中本聪通过一篇名为比特币 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机系统的论文 为 向世界宣布了这一发现 这篇论文就像是 加密货币世界的独立宣言 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 随着比特币的诞生一场关于数字货币的革命 悄然展开 人们开始意识到 他们可以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进行交易 而不需要依赖于传统的金融机构 这就像是从前的人们突然发现 他们不需要通过马车传递信息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电报 加密货币的出现 让金融交易变得更加快速便捷 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隐私保护 然而加密货币的世界 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就像早期的海盗一样 黑客们也对这片未知的数字海洋虎视眈眈 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窃取加密货币 给这个新兴市场带来了不小的风险 这就好比你在自己的虚拟钱包里放了一大堆金币 却发现有人正试图撬开你的虚拟保险箱 尽管如此 加密货币的文化影响力仍在不断扩大 它不仅吸引了投资者和技术爱好者 也成为了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的新兴领域 例如飞红制化代币NFT的兴起 让数字艺术品得以一有全新的形式被收藏和交易 而这就像是在数字世界中开辟了一个艺术品市场 让艺术家们可以直接与收藏家进行交流 而不需要通过传统的画廊或拍卖行 总的来说加密货币不仅是一种新兴的货币形式 它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正在以一种既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方式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社会 虽然它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但可以肯定的是加密货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人谈论比特币或以太坊时 不妨加入他们的讨论 探索一下这个充满可能性的虚拟世界 谁知道呢 也许你会在这个数字化的金矿中发现自己的财富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揭开了加密货币这个数字金矿的神秘面纱 我们了解了加密货币的定义和挖矿过程 探讨了加密货币的法律地位和市场多东西 还揭秘了加密货币背后的政治和金融革命 我们还一起探索了加密货币中的算法和技术 最后我们还一起思考了加密货币对文化和生活的影响 加密货币是一个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数字探写 它既有可能带来巨大的财富 但不可否认的是 加密货币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数字时代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它既是一种技术的革新 更是一场关于信任权利和未来的思考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加密货币有什么看法和疑问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数字金矿的奥物 谢谢大家收看六多创业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VT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造设体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折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